之外还有什么事 他就是后来又让我考证 谁让你考证 还是他爸 考什么证呢 他爸也没有特职哪个证 后来就是也是动看细看的 看了什么消防员 还有看了一个什么 营养师的那个证 消防员和那营养师 根本就跟我专业不对口 我就是学旅游的 而且还有那营养师 营养师怎么回事 你自己不知道吗 那个是他妈说的 他有一个前女友 就是干那个的 我妈啥意思呢 就是想让你也好好学一学 就是已经有这个 有人成功了 你就跟着学呗 那你妈总拿我 跟你前女友比 你觉得这合适吗 她也不在我 不是 不是跟她比 那都已经成过去了 我妈反正有事没事 就拿我跟她前女友比 就我就在他们家 还养只猫 她也觉得我养的猫 没有人家养得好 养一个这么大点小猫 一个多月 特别淘气 正好呢那天 她就在屋里睡觉 她喜欢懒床 早上也不起来 然后那猫也在那睡觉 然后她也在那睡觉 我妈就来一句 什么人养什么猫 不过你可爱的嘛 也没结婚 你就不该搬到他们家 我也这么觉得 后来我就自己去 租了个房子住嘛 我就不愿意去他们家了 这就对了嘛 租了个房子 就没这些矛盾和冲突了吧 是我自己住的 我自己住 她跟她妈天天在一块 我们俩没结婚这样行 那以后结了婚怎么办呢 她那意思吧 想让我搬出去跟她倚入 对 然后她不愿意 她就说她离不开的爸妈 天天跟着爸妈 支撑那么个摊儿 我一个能说 她就不跟我去 那你说我咋去啊 我家里就这么一摊活 我咋去啊 再说我也离不开我爸妈呀 我爸妈多大岁数了 身体不好 多大岁数了 快六十了 不是 因为我爸现在已经 皮着管的叫老头了 我感觉我岁数 也慢慢变大了吧 我就想好好的 陪伴他们 那你觉得这不是妈宝吗 这么大了还不愿意分开 你不是要结婚吗 是吧 对啊 结婚上面怎么规划的呀 我们家就买了一个房子 婚房有了 对 一开始呢是怎么个事呢 是我俩去看房子了 看乡中一个房子 乡中 然后之后呢 心想就是 我们俩拿点钱 父母双方 他父母 我父母都拿点钱 三房拿个钱 就给这事给那个 在市里买个房子 然后吧 我就回家 跟我爸妈说这事 我爸妈说 那个去那么远干什么呀 咱这块儿不挺好的吗 你父母买的房 有跟我说过一句吗 我压根我都不知道 买完了以后跟我说的 而且我现在在市里工作 婚房离我们工作的地方吧 就特别远 上班又要倒公交 又要坐地铁 来回就要四个多小时 我根本就折腾不起嘛 不是 关键 房子买了就买了呗 我父母也是好心 自己家有房子 为啥不住啊 为啥非得上城里住啊 再说我离我 我在城里 不有个工作吗 我现在是不太稳定 但是我每天也做兼职 而且有 你现在住哪儿吧 我住市中心 自己租的房子是吧 对 租着住呗 你搭理他呢 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嘛 你为什么想让他 跟你一起啊 我就想让他分开 让他有点独立性 不要老大妈妈吧 这分得开吗 对啊 我这家庭 我怎么分得开呀 是是是是 这就完了嘛 所以姑娘 你还没看明白吗 走人不就得了吗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那种 那就没招了呀 等于现在房子 空一套房子 是吧 嗯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就是 找工作的事吗 他要给我介绍的 那工作挣的也多 然后也稳定 雾下移基什么都有 啥工作呀 养猪场的 好工作呀 猪路多值钱啊 真是好工作呀 是啊 没毛病啊 工作没有好坏 然后我们 我也又跟他商量了 我说 你跟他商量啥 你自己去干案不就得了吗 那个地方 坐实在挺寂寞的吧 就一个人去 在里边谁都不认识 也不好 我就也跟他商量嘛 再说我那俩那边 处着你啊 我就不能 我自己就去了呀 为啥不能自己啊 那就行 找个伴儿 能帮帮我吗 行 然后呢 后来我们俩一块去面对事 然后那个人说 我们两个都要 然后我都已经回家开始 准备做体检什么的了 他就跟我打电话说 他又不去了 为啥呀 因为吧 我有朋友 他是机场的 他说他有一个同事 是猪场转过去的 我说你那为啥转呢 他说三个月放一次架 我一想三个月放一次架 一年十二个月 那你之前 一年放四个 四次架 那不玩的吗 你之前做导游的时候 不也天天的不在家吗 那说一说我就不做了 我现在我就想陪回我爸妈 怎么了 那你干嘛答应我呀 你又把我晾在那一边 让我一个人去 那关键我 后来我不也不让你去了吗 那地方多苦多累 你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苦 不知道累吗 那四十多斤东西 你平时拧瓶盖都只让我拧 你上这很厉害了 连四十多斤东西 那我都能坚持 为什么你坚持不了呢 我这么做不就想让你看看吗 那我在家有个摊 我可以是 你那个摊你赚钱吗 你挣的钱全都到你爸妈的 威胁里了 一分都没有 那有什么那样 那不都一家人吗 都一家人 你现在跟我一家人了 那房贷干嘛还让我还呀 咱还有房贷 那不咱不马上一家人了吗 哪儿的房子 刚开始我们俩钱 是放在一块的 每个人都往里边存 就是只留一部分我们自己花 后来他爸妈不买那个房子吗 就只支付了个首付房贷 还得他还 他就用那张卡 然后 你看难受你就哭 没事 不用忍着孩子 你说 反正就是吧 这个我这个失业之后 也没啥收入 没啥收入 然后我现在就他 就先还一下呗 帮我还一下呗 那你老让我还 我现在做兼职 我也不稳定 我根本就不够 我 你什么时候 能不能给我个期限 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这马上嘛 我这东西 你老是马上 我就独立出一个摊 我就自己就收钱了嘛 从你失业回家 你有那种找工作的欲望吗 你根本就不出去找 天天跟他妈妈在一起 在自己家有工作 我为啥非得出去找吧 他挣得多呀 还怎么的 他老是这样的 老是跟我花饼 天天这样 等于那个房子 我现在知道女孩 为什么愤怒了 房贷是要我还 你们干嘛给我坐出去 把那个房子买得那么远 对啊 是这意思吧 对啊 那你们家这买卖做得不厚道啊 兄弟 如果是让你们俩还房贷 那就应该征求他的意见了 他也算出资人啊 而且名字是一个人的吗 是他的名 这你们家这不对吧 我一开始还想说这姑娘呢 我说你这买了房子就小 合计是这也算共同出资人 既不写名字 他还得还钱 你们家这太欺负人了吗 我俩不一起还吗到时候 那你根本就不往里存了 不是 那你一起还 为什么不写人家的名字呢 我妈他们直接就把这房子买了 然后签字的时候 我才去的 那他可以不出钱对不对 对啊 他凭什么要跟你一起还呢 你想我们以后不也一家人吗 是是 不可能是一家人 你们俩不能是一家人 怎么能是一家人呢 你不是说要多陪陪你爸妈吗 对啊 你得守着父母嘛 对吧 你就好好守着父母呗 进你的校 给他们养老 给他们送中 等他们走了你再结婚